水梅他要向你請教是他有關 他住在屁室 本身因為沒土地 所以就可以用膚材的做個東西 除非除非 但是他想要請教老師他發現說 他的頭 它在膚材裡頭有很多糖 那是什麼糖 還有他還會發現說 這個 森子有一個白色的線 這白色的線應該是 地圖蟲所造型的吧 是不是 我不清楚 還不錯 好朋友傳到的這張照片 看起來是小馬路 他說他要照的蠻清楚的 這張馬路應該是 跟普郎的病毒有機質 如果是比較多還是什麼 因為馬路也沒什麼危害 他會給我們吃一些有機質的東西 所以這沒什麼要緊 所以這也是對著 看一看知道就好了 這也沒什麼 有的人說是有益的異蟲 有的看到是覺得很恐怖 其實這也沒什麼壞處 對我們來講的也沒什麼 但是他在吃 可能 多數都是對馬路 比較熟一種蝕蝕性的動物 就是說他比較要吃腐爛的植物 所以他吃的東西 他電動比較不一定的要吃 所以不要過度的 不用說過度的 過度的植物 擔心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個 算也不用去太擔心他 所以這應該是沒什麼 很大的植物問題 在這 所以這種小蟲子 這應該是這個馬路 馬路的植物 如果是討厭 拿掉就好了 這倒是也沒什麼問題 這蟲子上面八百 這番茄班前營 就是我們在說的 這個二能糖 有的叫做微度糖 這種 這應該這種白色線條 是這種的一個問題 這看要 看要把它處理 不把它處理 這如果是小漲 還是要處理 不可以不處理 他通常就是說 很多 你一定要稍微把它處理一下 有的說 有的說 我才知道要怎麼來做處理 並說 因為那是一種糖 就是說 它跟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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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雙刺木的一個 他生軟生在 蟲子 蟲子 肉中間 現在出來的 幼蟲很小吃 因為本來也很小吃 在那裡吃 蟲子 吃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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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討厭 這就是 吃蟲子 吃蟲子 就是我們說的 一種 問題 所以 在處理的時候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說 你可以噴 你如果沒有用 這個 油 你可以用 這種 酥力菌 塑在蟲子 有的說 塑在蟲子 對 這個 零刺木 比較有效 有效 沒有效 也不知道 但是 比如說 用 黑漿菌 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 這兩種的效果 都還好 都還蠻有限的 有的 就把它噴 噴一種 礦物油 精靈 最好是 藍一手 比如說 苦戀油 硬煉素 這種東西 所以你直接就用 硬煉素 噴兩邊 這種 這種 這確實 有這個 沙蟲的效果 你這樣站起來 就更簡單 所以效果 如果更簡單 要用 你就用這個東西 來做處理 應該可以 比較單純的 一個 關鍋 對我們 這些小型害蟲來說 這應該也是還不錯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 先來了解一下 嗯